是不是就是你你你他妈叫夏洛呀 谁是华盛寺啊白衣袖是吧 劈死他啊 其实我想了一下我的睡眠时间应该比别人多很多 因为因为我没有说早晨就是上班啊 就是补车的这个环节 到公司不需要时间直接在家里就播 这啥宝宝的还带四席呢 还带着个吸收 这宝宝速太快了 这宝宝先出的时候五千 一万二 六千 七千二 这主怪都不死啊 啊他刚才是低神又啊 哦 我还以为在吸收呢我天呢 这三宝鹅啥时候能回复想买个一百五十五级别的锁不到 你要不然把我能看到一百五十五级别的号租给你 这利皮速度贼快 这利皮太光速了 这利皮速度八百五十五加高敏 老王你说脱口去个大会四的冠军是谁 广志还直胜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俩 我觉得呃磅礴的可能性也没有 就因为现在你对他的一日预期很高 其实夺冠的热门往往不是热门 其实如果你真的仔细看就是呃 时间长了还能发挥出热量的话 天花板是真的天花板 周期末啊 他模仿楼上 装修的生意那段 还有你回过头来 他看到曾经的那个第一次出现表演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很强的啊 忽然我觉得是他这水平比较稳定 但是 但是我觉得周期末会更胜一手吧 先分析资本再分析来看现场效果也不算是吧 他们就属于一个内部的一个谁夺冠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什么资本介入 也就是一个脱口秀的门票啊 他里面最火的人不一定是冠军 那我觉得杨丽 就比王棉火 对吧 大家在现场看的话 可能 比较期待见到杨丽吧 喜欢杨博 杨博是杨博厉害 杨博给我一种自成一派的感觉 杨博像那谁 杨博有点像周立波啊 但是我觉得他会让人感觉到更舒适啊 就是感觉像啊 但是不一样 无论短暗是你知道吗 我知道赔钱了 就是杀怪招杀捆一个破补全死了 无同无同改出第一本雕丽批 还是第一本雕三二第二本干什么 听说梦外习又请你做代言老逼 你他妈想的可真多啊 你是一个食品公司的 你会在你们公司里挑选一个优秀员工 作为你们公司的代言人吗 这早上来早了 真不行啊 这贵宾还没到999家呢 啥呀 这他妈这他妈怪 这么这么这么肉呢 贵宾得先到个999家呀 说好了大唐不拉车 你咋当队长大唐不拉车是真组络队啊 阿兵辛苦了都 啥是贵宾三级有钱也上是贵宾 一直按财富等级按着牌吧 阿兵辛苦了 上面都 industrial事也没用